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印象 说说看 我觉得她挺可爱的 谢谢 个子很高 挺有安全感的吧 我就不问米平了 因为通常这样的女生不太喜欢这样的男生对吧 我自己已经是这个级别这个level的人了 就我怕跟男嘉宾在一起 咱们俩一天天胡吃海喝 胡吃海喝 胡吃海喝 那一发不可收拾啊 我们转眼前赶紧通过 荔枝小Q来了解一下 荔枝小Q探索爱的未知数 荔枝小Q探索爱的未知数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发表您的恋爱观点和态度 有机会迎娶好礼 你会为了一家餐厅 特意去另一个城市吗 A会 C不会 去另一个城市啊 我去年当时团队业绩还挺好的 然后我带他们一起 就专门去为了吃个火锅 专门跑到重庆去 然后后来我们也一起去 那个新疆吃烤肉 包括去兰州吃拉面 新疆的烤肉是不是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新疆的吃 那个吃肉才真的叫吃肉 大餐鸡吃了吗 吃了 手抓羊肉吃了吗 都吃 基本上你说就是那些 好吃的我都吃了 你眼睛的光都要把我闪瞎了 一号和二号也是 可能就是看他们就是 比如说视频啊什么放在哪地方 东西好吃 大家觉得好吃 我就想试一试 我没尝过嘛 就比如说我觉得 我就是想看一看重庆的火锅和南京有什么区别 我就跑去吃一下 有区别吗 好像区别不对 你就没有成为一个专业吃货的天赋 你说有区别吗 重庆的和南京的 有区别 无论是锅底还是调料 还是你吃的东西 很多时候重庆火锅 我 就他口水一出来的 我一会我们在菜单上很多东西在北方是没有的 你都不用点那些 你就拿重庆的那筷子蘸一下那重庆的香油 你这么一搓 你就发现那个香油你这就没有 找Q 下一题 你买外卖会点准时宝吗 A会 B不会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 全场两位会的三号和你 因为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 我希望准时宝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权益 对 如果我点了的话 我不管它会用到还是不会用到 我都觉得是保护自己的一种行为 韦佳呢 是每次都会用吗 我每次都会用 我可能对于时间这一块 观念是比较强一点 慢慢我们简单成为一个 有一个简单的契约关系之后 我希望你能去遵守 我曾经我因为这件事情投诉过 起手 他先给我打电话说 我可以提前点确认送答吗 然后我反问了他一句 我说那我还点准时宝干什么呢 然后我投诉到他 然后他还因此失业了 还来报复我 报复你 对对对 他怎么报复你的 他只好点的外卖全吃光 他当时晚上给我打电话 说你给我在家里等着 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直接报警了 后来那个男的也没有过来 警察给我的回馈是 已经连续上他跟他说了 就是他说这个案例 也能算维权吗 我又有一次打车嘛 就我送达到那个目的地 他没到 因为时间的问题 他要赶着抢单啊什么的 他就是司机 一米八级的一个大叔很凶的说 我到了 然后我这边已经接到 他两部手机嘛 我这边已经接到 他必须下去 我就说我不下去 然后他就很凶 我就把手机的录音打开了 我就打到了网约车的平台 去投诉这件事情 然后就一直battle battle到总部 最后就是他们把这个司机 从所有的平台都撤销了 我觉得美萍遇到的这个事 其实确实有点过分了 但是不得不说一句 在点外卖这件事情上 如果真的遇到了 这个极端的天气雨天 或者两个人 就是点餐的人和骑手 有个良好的沟通 多一份理解 因为大家都不容易 当然 行业乱象需要你们 去做一些消费者的正当维权 但是人员之间的互相理解 就像刚才确认说的 也是必不可少的 是的 如果你的恋爱对象 总是在你面前 说前任的坏话 你会 A不喜欢 B无所谓 天哪 全场女生都不喜欢 只有一个男人说他 无所谓 你是真的经历过 前任跟你抱怨 我前任跟我抱怨过 这个问题 就是我个人觉得 你抱怨是你的事情 我不作于过多的评价 但是你只要不要拿 我跟他比较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抱怨 每个人都有抱怨的权利 你可以批评他 但不要拿他来跟我比较 就不要说那种 我前男友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看你怎么怎么样 不要说这样的话就OK了 女孩这种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 就是我想象了一下 如果你们现任 就男朋友一直跟你说 我前女友这个人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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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男生就特别小气 特别讨厌 对不对 一号 我是认为一个男人 如果他肯在我面前 去说他前任如何如何不好 那么有一天 我跟他分手了之后 他会不会在他的下一任 女友面前 也说我的不好不好 深刻 我的定论是 他会不会通过 扁低前任 来抬高自己 有很多男孩在我去问 为什么你跟前一段感情 分开了之后 他会把所有的责任 推到前任的身上 我觉得你怎么对你的前任 我就你下一个被诋毁的对象 这么简单 精彩 他在一起怎么就考虑 我可能成为你的前任了呢 我太难了 女孩子会把他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在他这里呢 他就会把他当成 我是你的一个倾诉的对象 我来接受你这个信息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 下一题 分手后 前任向你借钱 你会借吗 A会 B不会 分手后前任 借钱 借不借 全体女生都是不会借 你是会借 你戏品 她们那种眼神 我来看看你怎么借 真的借过对吧 我第一个前任 但是我们后来 他已经成为朋友了 然后他确实就是因为遇到一些事情 向你借钱 向我借钱 我并且借给他了 我对于朋友这一块 就今天这一块 快的一个观念嘛 是比较大方的 就是我不会说几百块钱 或者什么东西 你要是如果真的借的数额很巨大 那我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我跟你的关系 你会不会还 他还了吗 没有 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挺疑惑的 就是如果跟我借钱 就别说前任跟我借 现任跟我 我都不借 所以我没法理解这个 就是男嘉宾是纯粹以朋友的角度 只要朋友管你借钱 你就借 还是说 心里还是觉得 因为他 因为他跟你发生过感情 因为我跟我那个借钱女朋友 我们是和平分手 什么事 交往不久 如果你现女友建议这事怎么办 呃 我一般会以我现女友为止 那就有理由拒绝了吗 我女朋友不同意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题 你可以接受男女之间的暧昧吗 哎 不可以接受 并可以接受 每个人理解应该角度不太一样 对 我不接受任何情况下的暧昧 呃 我大学的时候做过摄影师 嗯 就是玩过摄影 嗯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一直 就是 我只要想拍样片的时候 都会找到一个模特 嗯 然后当时在我们认识的 有大概有一年左右 我发现我们俩关系不太对的时候 嗯 我果然借了一次拍摄的过程中 找了他一次查 嗯 然后我模样就彻底不再联系了 嗯 所以我是会拒绝 任何情况下的暧昧 就包括一些我后来面试的人 也产生过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都会直接删掉 跟那个模特直接把他开掉的原因 是你觉得跟他们没有可能 我喜欢他 我因为我直接告白 快刀转烂麻的决绝 比温水煮青蛙的温柔要好很多 接受的问一个好不好 那我说一下 为什么可以接受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 就现在有人说 婚前婚后男方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暧昧前和确定关系之后 男女双方的感觉也不一样 就是 我跟他暧昧的时候 比如说我跟我初恋要谈对象之前 他肯定要追我 然后我们之间暧昧的时候 就他从我身边擦肩而过 哎呦我那个心跳都 噗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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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我就感觉 这个地方都发热 整个身体都在发热 但是以后真的跟他在一起了 可能我们牵手 都没感觉了 6号 我是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天色在江岸未岸的时候 最美丽 然后爱情也是在 江爱未爱的时候 最迷人 好 我们这一轮小Q问答之后 我们发现 好特别 基本上每一场小Q问答 我们都知道 谁匹配度相对最高 但是到你这里 都比较低 据统计 1号 3号 4号 和8号 跟你的匹配度 都是只有两题 而两题就是匹配度最高题 天哪 确实有几道题 就是女生全部统一 然后她自己的答案 非常明显的不一样 是吧 但是匹配度这事 也就是做个参考 最重要的是 后面更详尽的了解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一轮的 印象分的打分 一起进入 有缘相见 好 把你心里的前三名先排出来 好的 好 接下来女生做出第一轮的打分 哦 还蛮高的耶 心情怎么样 我好高啊 除了一个一分 乍眼的一分 没有任何恶意 就是我看见你就感觉看见了我个自己似的 我来对镜子 你知道吗 再问一个五号 我其实觉得男嘉宾就是长得特别可爱 像个浮娃一样 就白白胖胖 特别有福气 嗯 就然后又很爱笑 又有一定的情商 又聪明 就很有思想 有个性 我觉得他一定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男青年 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男嘉宾 你好 我是大白 我是一个守护型暖男 我谈过两段恋爱 都发生在冬天 努力的去温暖对方 为他做饭 陪他逛街 给他精心挑选礼物 在感情中 我偏好扮演那个照顾对方的角色 两个人出门 我负责带脑子 你负责带嘴 就可以了 也曾经被辜负过 于是将悲伤化作力量 努力工作 我从大一开始就自己赚钱 很快 便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我现在在一家公司 做业务培训主管 管理一个十几号人的销售团队 每个月业绩稳定 持续创收 收入还不错 有买房的能力 但是却一直没有想好在哪里买 六岁父母离异 和家人不怎么亲近 身边也没有一个相伴的爱人 归属感为零 我不介意你比我优秀 我愿意站在你的身后 看着你光芒万丈 并且努力地追随你 这一次 我想遇见一个心仪的你 去到你的城市 和你拥有一个家 你愿意吗 特别可爱的短片 我注意到它有养一个小猫是吗 男嘉宾是不是喜欢这个小猫啊 宠物我都喜欢 这只猫养得挺意外的其实 它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 一个女生 跟它前男友养的一只猫 然后这只猫 在两个月的时候就出了猫舍 身体很不健康 然后当时它才养了一个多月 大概三个月的时候 它们俩分手了 它们俩分手了 然后要转这只猫 一直没有人转 我就问了一下 我说不行给我 然后我最终给了它1100块钱 然后把猫给接过来 你看它现在很有精神 它刚来的时候 我一度以为它是个哑巴 就一点精神状态都没有 因为我自己也养了一只小猫 所以猫的一些事情 我基本也知道 那你还挺有爱心的 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两个女朋友 最深刻的是因为 什么分手的 她喜欢蹦迪 我不喜欢蹦迪 然后这是一个导火索 那天晚上因为蹦迪的问题 我们俩走了一家 然后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 就当时我事情挺忙的 忙着赚钱嘛 可能忽略了我自己的生日 我想着不过就不过了 但她可能看了比较重 然后就因为这个问题 吵架了 在生日当天分手 在你生日的当天 对 在我生日的当天 准备了个大的蹦迪趴 然后你不去是吧 不 不 当天 我因为忙在外面 我走之前我跟她说好了 我说晚上的时候 我就接你一块去吃晚饭 吃饭的时候 我感觉氛围就不对了 就已经我就不怎么说话了 然后在我送她回去的时候 就说看 她跟我说了一句 她说她不想在一起了 然后我就问她想好了没有 她说想好了 我说那我尊重你的决定 那我们就分手 谈了多久啊 二月二十四号在一起的 四月二号分手 突然之后呢 有没有符合的可能 或后来后续如何 我还是挺喜欢她的 就在 虽然我没谈过多少 但是在我感觉她挺符合 我对于女生的一个期待跟要求 她是什么类型的女生 她是一个宝藏女孩 很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就做什么事情 或者说买什么东西 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见解 独立思考能力 的确是一个女生或女性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点 最吸引人的点 所以我想你的付出应该也挺多的吧 对 因为当时在大学里面做了很多东西嘛 自己也攒了不少钱 真的 攒了多少钱 我当时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是八万多了 哇 我稍微在她讲感情这个事之前 补充一个她怎么赚钱 我真的非常的崇拜她 怎么讲 她干了个事就是 咱们在学校的时候要取快递对不对 网购 然后统一都会有一个点 那堆了好多快递 她就呢 琢磨这个生才知道 我们学校里面普遍的做法 就在弄一个群 你如果有需要在群里去发 我觉得他们做太low了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公众号 如果我会在每一个注射的门后面 都贴上我公众号的二维码 然后他们并且打上广告语 你如果需要取快递 扫码关注我公众号 上面会有教你怎么去下单 好 你只要在公众号一下单 我就可以收到你的单子 然后就直接给你派送 特别规范 就是靠规范去抢的市场 进账大家可以 营运 我单天最高单量是800单 800块钱 800块钱 对 当时我包括想整合 包括外卖 我们外卖也不允许送到宿舍的 我还想把最后一公里外卖 也给它整合到公众号里 结果为什么 最后一公里 现在的大学生对我多懒 我那公众号当时关注 已经超过3000多人了 你大学的时候 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所以可以支撑 前女友的一些物质需求 对 你都给她付出什么了 衣服 鞋子 包包 包括小道化妆品 内衣我都给她买过 分手了之后 我会去算的 她大概什么时候要还花贝了 然后我就会给她支付宝去转账 分手之后 还在帮她还花贝 大概还了几次了 然后后来 在我最后一次给她打钱的时候 她的舍友跟我说 你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她跟她前男友和好 不要再拉上浪费时间了 我是想因为我听了那么多的故事 我感觉很多的事情是和金钱有关 然后我是想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金钱可以买到情感 无论是爱情也好 还是友情 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俩在一起 谁有能力 谁去付出就好了 但是我可能说更多的去担当付出的那一个角色 什么情况 一号八号都突然爆灯了 其实我刚才一直没有在旁边讲话 我的年纪让人觉得我比较可能会比较幼稚 但是实际上我是一个很 对于感情这块很稳重 然后呢 愿意在旁边去细细观察的人 你说你现在养了一只猫 而我自己家里面收养了七只流浪猫 然后现在我们家养了一只宠物猪 我觉得养小动物的人都是 内心深处其实是有爱心的 而且是可以很养成习惯执着于一件事情的 八号是同时亮的 就是一样爱吃一样的就是自我接纳 这不是看到自己的吗 而且你那一分啊 它是四月二号被分售的 我也有个四月三号被分售 我十二两年被分售 一个人在出租屋里 然后想就眼泪鼻涕一块掉 就有个点你知道吗 我懂我懂 然后对方突然也是打钱 突然打了一笔钱 然后不是520 我就很奇怪 然后后来问了才是我之前给他买礼物的钱 你知道吗 还给你了 还有一位也是在一号和八号突然亮灯之后 缓缓地亮了灯四号 四号是唯一一个全场第一轮给了满分的姑娘 对啊 我给了满分 但是好像没有这个进度推到我身上 我感觉完了 要被抢了是吧 我是觉得这个男生就是他在工作上非常有能力 然后我是很喜欢这样的男孩子的 因为我只有一段前面的感情 但是我前的一项呢 它就是属于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 所以没有那么多上进心的 我感觉可能没有未来 所以说这个可爱的男生有一点 对你的感受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感觉是没有压力 这是一个 然后我觉得你很爱思考 无论是你的行动力还是你的思考能力都是很好的 那我觉得今天真的这么好的氛围 一定要推波助来一下 所以要赶紧进入你的男生心愿 显然已经不用选了 就是亮灯的为你爆灯的这三个女生 那你的男生心愿是什么呢 因为我做过淘宝课嘛 然后电商这一块也都做过 包括跟我其他一些女生朋友 也都分享过一些关于口红方面的东西嘛 所以我想给你们涂一下口红 你们可以试一下 让我们一起进入男生心愿 我只陪你有感觉 现场一共有十几个色号的口红 你既然选了这么有难度的挑战 要给女生化口红 那你势必要选适合她们的色号 有请一号四号和八号 字幕志愿者 杨栏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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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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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挣钱就是拿来花的 你要有那种特别想花钱的状态 才会有那种特别想挣钱的状态 来问问男嘉宾啊 你是要超过的对不对 啊男人一般来讲出去 出门就是要消费 不消费就是在家里待着就好了 有点汗擦擦 啊 sorry 果然 果然用 你不要你不要抹你按 主要是看到美女有点紧张 你每月大概的 在差不多会在差与招待方面比较多 因为现在这个年纪创业了嘛 现在就主要是这个商务宴景社交会花钱是吗 还很好经历 就是我听起来男嘉宾是月光族是吗 哎 或者月光明年的可能都光了 明年的可能都光了 就你也不存钱 万一你找个女朋友也不存钱 然后你们俩就就没有存款 就是账户上是零是吗 你有赚钱能力 你不会担心你的钱是多是少 如果结婚对象的父母问你要彩礼 你会给吗 A会 B不会 女生其实不存在这个角度对吧 就是你们支持女方的父母像男方要彩礼 他说就是不需要男方给到彩礼 为什么要拿一个彩礼去好像去连结这一段感情呢 就是没有必要 如果双方真的就是两个人太年轻 就是没有什么经济基础的话 可以两方家长给就是支持 但是没有这种定型的要彩礼 对妈妈也是有这样的意见 家里人达成共识的对吧 对 男嘉宾也觉得不需要 如果说彩礼超出了南方的程式能力范围 我觉得这出发点是不利于两个人感情的结合的 或两个家庭结合的 这是不好的 有人跟你要过过高的彩礼 导致你有不好的经历会让你这样 没有人问我要过彩礼 就以幸福出发 你的爱才会有 经过我们所有小Q问答的题目 答完之后呢 当然大家都看到了6号 你们俩就是相同的选择是最多的 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一轮的打分时间了 有缘相见 好 来到目前为止你心里前三名的女生 女生们第一场打分 请考虑 请打分 1号打三分应该感觉也不错 我觉得人是一个需要自己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 都自己内心非常清楚的 我觉得男嘉宾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楚自己内心想要什么的人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继续了解一下原杰 有人说34岁的男人早就应该稳定下来成家立业 可要我来说 没有人可以定义男人应该怎么样 男人34岁应该怎样 回国之后在成都创业帮助其孵化项目 回国之后我以为的创业是出入高档写字楼 搞个风头大项目 万万没想到现实却是 现代人的消费很注重消费体验 这家店的最大的问题在于 它的制作工艺不太透明 凤凰落在鸡卷里 几害献他丑 资源整合 品牌战略 你说的这些名词 小老板们也听不懂啊 印象深刻的爱情都发生在国外 一段在牛津的校园 一段在泰国的海边 他们爱我是因为懂我的事业 欣赏我的勇敢 这让我非常骄傲 理想中的另一半 眼睛不一定要大 眼界却一定要宽 不要被标准化的人生束缚 你愿意做我的女性合伙人 跟我一起过自定义的人生吗 好的 短片看完了 我对一句话印象蛮深刻 叫凤凰落在鸡窝 鸡头嫌他丑 你的格局和当地的格局 可能不太融入 融入的问题 你在英国读的是什么 可以追问一下 就是创新管理与创业 算是中央 我是读的硕士还是 硕士 Master 你现在在成都是吗 对对对 那当时为什么会选在成都呢 回来之后呢 当时想要去北上廊转了一圈 因为刚刚从英国那种小镇生活嘛 也不是很快节奏的生活 突然到大城市 你会觉得 哇 不习惯 不习惯 然后你再又回来 觉得成都对标 伦敦来讲 或者说小镇来讲 会比较软着陆一些 我可能就是我们公司那一 就是不是那么优秀的 小员工 然后我觉得在我 就是心目当中 很多大佬 然后很多同事都非常的厉害 但是他并没有 就是用那种很高的那种姿态 去展现在我们面前 真正厉害的人 他懂得向下兼容 他一直 他们一直都非常的nice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 我就可以觉得 很多的闪光点 我可以去学习 我愿意跟他们交流 他也愿意聆听 我们的一些想法 换个角度问你 从你回国到现在 有没有让你觉得 他也是凤凰的人 有很多 但是基本不在我的这个空间里 基本上比如说北京啊 上海啊 还深圳 有很多优秀的人 我们经常也会视频通话 以前我的工作 基本上是无时差二十小时的 就早上可能起来 要跟美国去通通话 然后工作一下 晚上还要去跟英国 再开会那种 所以说有很多分布在 全球范围内的优秀的人 再稍微说一说 你企业现状 目前我的工作主要是 从事早期的一些投资 包括孵化 包括一些培训和咨询 相当于帮助中小企业成长 这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你现在是在做一个 投资基金 算是一个咨询公司和管理公司 但是基金公司还在努力 那现在这个咨询公司 你是合伙人之一还是 我是发起人 发起人 对 同时有四个同事 都是不同领域的 我是基本上 一条链走到底 全都通 男嘉宾的交谈之中 我觉得他有一股 我就挺莫名其妙的 这个傲气吧 所以我个人观点啊 没有针对你 就是有点挺那个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 出国留学工作过 有六年时间 就然后我的同学 也是来自26个国家的 我见过的人啊 包括像你这样 就是自己去创业的 其实人也不少了 你才表达什么呢 就是我不明白 就是你这个傲气是从哪 对 因为你也是 自飞 就是你这个阅历 在我看来 其实没有 就像你说的凤凰的程度 就是 那只是一种比喻 其实我还是比较文艺的 像我还是比较 像人写诗 我这几年来 写了差不多 两三百首诗 我可以说一句 就是我这次来南京 最有感受的一首诗 可以分享给大家 五菱年少金石东 银安百马渡春风 繁花落尽何处去 笑入胡姬九四中 它是一个就是你 习近千华 看尽世间繁华之后 归到最本真的生活 我后来可能终极的小说 就是说 你的心意大家都明白 四年然后就天华浮尽了 我完全了解你的心意 这就这么点时间 就看尽浮华了 我的感觉是 在谈到一些 家庭生活观念的时候 我是这样想着 他有他的缺点 但是在谈到工作的时候 我想他有他的优点 每个人都有 高探自己演的权利 三十四岁 还能保持仙衣怒马 少年仗健 这种傲气 其实挺不容易 二十四岁的傲气 可能不值钱 三十四岁还保持这种 傲气锋芒锐利 我其实还是 我内心还是蛮认同的 对 我唱到 无忧无虑 无病无灾 你说你无忧无虑 无病无灾 你就特别像一个大爷 在跟我说道理 然后我大爷跟我说道理 他后来还存点钱 还买个房 还告诉我要养生 结果你一分钱都没存 然后你还每个月 还超支 然后还跟我说 就很没有说服力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好 跟我没关系 就是我听得尬 行吗 我们的八号女嘉宾 她就是比较直接 在这个表达个人的观点 我相信你这么成熟 应该能get到 我们现在回到主题 你目前的这个 之前有几段情感 本共五段 大概让你印象深刻 都是在国外的有两段 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出国呢 其实也是意识的一个觉醒 觉得世界要去看一看 去过泰国 去当时第一站 去旅游 然后在海边呢 就邂逅了那个 那个当时那个女神 是泰国女神 Savadika 对对对 然后当时加了一个line 你走之后 觉得哎 她在曼谷 就当时就分别了 后来就 我就回去了 回国了 然后又约着去云南玩 云南玩的那段时间 就那段时间一直在玩 她呢 就是非常主传统 就是家庭 有将近半年 后来因为就是我出国啊 当时很艰难的决定 就是感情和你怎么选 除了这种问题 有没有两个人 在同一个事情的 认识上的冲突 或者直接说性格冲突 但都是沟通 我都会去沟通 也有冷战 其实越恋爱是越成熟的 但越往后 越知道一种方式 是可以沟通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好 然后觉得 但是你刚刚的 就是如果说是顺着你讲话 然后你会讲的非常的好 但如果说 当有人去质疑你 去反对你的时候 你毫无客气的 就是怼回去 能接受女朋友 有特严症吗 首先是不接受的 其次呢 会 会教育 这很能说服力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男嘉宾的交谈之中 我觉得他有一股 就挺莫名其妙的 这个傲气吧 所以我见过的人啊 包括像你这样 就是自己去创业的 其实人也不少了 你能表达什么呢 没有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但是因为我跟你还不熟 因为我天天跟人打药道 我没有太多时间去 但是被你怼回去的 第四个女孩 你那句话我是蛮刺的 就是你没有太多时间 跟你不熟 消耗我的精力 那你来相亲节目 当然他们都不熟啊 你当然得听太熟啊 我是对 比如说客户一级的 就是说生活中的 我没有只现场的 我只是举个例子 但是你确实已 对于客户的这个态度 刚刚对了现场的 很多女生 袁杰我们都是男人 而且你年龄很成熟 我只是说 你的自尊有点脆弱 其实有四个女孩 在质疑你的时候 你其实内心已经动怒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觉察 有觉醒 对自己是非常有价值的 现在全场给你的最高分 对对来六号最后一个想说 就是我感觉 虽然男嘉宾的年龄在这 但是他心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缺乏 爱和缺乏安全感的 一个男孩子 然后呢 我觉得他可能 在一段感情之中 需要的更多的是 被理解和被包容 我觉得我是可以去做 去包容的那一方 就虽然我年龄很小 但是我是一个 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 我是很会去爱别人的 天笑说话之前 我一度以为 他改变了自己 对你的一些想法 因为确实剩下的女孩 好像都不是特别跟你来电 但是天笑依然非常欣赏你 对 谢谢 因为我觉得他在台上 可能没有真正地 完全展示出自己 他可能在私下里 其实是一个会 比较愿意去倾听 也愿意去沟通的一个人 就没有像在台上 这么针锋相对 我们话题今天到这里结束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选择了 请考虑 请打分 我觉得现在可以忽略分数 你依然可以坚持做自己 就是可以进行男生权利 男生心愿 在现场的八位女生当中 选择三位进行男生心愿 可以少用一点权利吗 也可以啊 当然当然 选几个 我选一个好 也很好 我还是喜欢 就是舒服一点的 这种生活 好 所以我觉得选择六号 六号 只有他一个人 什么心愿 公主抱 接下来男生心愿 你和天下来完成公主抱 有请天下 我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个 就是作为心愿 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你所说 我是一个工作中可能会节省满分 但是生活中可能或感情中是为零的这么一个 很两极端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现在希望能够在后面的时间里 能够跟我的另一半一起去 弥补我们人生的或者说自身的不足 共同地去成长 我愿意分享我所有的美好 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够包容我的缺点 接下来就留给你一点点时间考虑一下 五秒钟 天笑 又带了吗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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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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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